已經化妝一整天了 現在很油 又乾又油的方態 通常全妝的時候我還是會先用卸眼床的卸 再用這個卸妝膏 還是有點 受不要沾濕直接用卸妝膏 我以前曾經用過卸妝膏之類的東西 但我真的覺得超難用的 但這個我用一次就篤定它真的是好東西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推 就是它超好推開 蠻清爽的膏狀感 手指的力要很輕 它就有這種推開的感覺 眉毛的妝很容易就卸開 不輸油的質地推開的那種感覺 好像塗保養油的那種感覺 再直接用水洗掉 讓水沖洗掉一點點 感覺很好掉 好繼續沖吧 非常舒服 通常用卸妝油用水稍微清洗過一遍的時候 會有種想要趕快再用洗面爐把它清洗掉 我覺得好用的呢也是覺得卸很乾淨 但是沒有那種就是用水沖過之後就會覺得 整個有被清潔掉的感覺 而不是還有東西浮在上面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很好 真的第一次覺得卸妝膏好用 而且是超好用的這種 再來就是用洗面油皮把它洗 好 洗完了 卸妝凝膠 卸妝油 本身就已經有愛用了 但是這個卸妝膏呢 頭一次讓我有水沖掉而已 怎麼好像臉已經差不多洗乾淨的那種感覺 就是目前我一直最喜歡的 而且它攜帶又很方便 不會擔心它露出來 好推 尤其我又是那種臉會超乾超油 又很容易長痘痘粉刺的人 又很敏感 那用完半紅感也沒有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如果很乾很油 又容易長痘痘粉刺 皮膚很敏感的人 其實用這個都很ok 不只ok是真的很好用 不舒服那種專櫃厲害的卸妝油 一個禮拜之後我發現它是蠻省亮的 只要點點點點 那個量就會很夠勒 完全沒有乾色感 皮膚真的是會覺得舒適感非常非常的有 因為真的很好用 所以覺得它真的很可愛 越看越可愛 再來拍一次那個感覺 來吧 好我要先卸掉眼唇 好就是這樣就很夠了 我第一次真的用太多 確實是還蠻省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好推欸 它真的很輕薄在上面 輕柔的在幫你卸妝 但是又覺得它真的會卸得很乾淨 我現在來洗 好這是剛沖完水而已 我還沒有用那個洗臉用品 很乾淨欸 真的是第一次只是用卸妝產品 還沒有用洗臉產品 就你覺得皮膚是很舒服的狀態 一點乾色感都沒有 不會覺得黏膩也不會覺得油 我常常不知道的感覺 真的有推 如果你還沒有用過好用的卸妝產品 或者是我覺得我現在用的產品 就是已經很好用了 但你可以用的這個感受是不一樣的 你會覺得就是自己買的好